主料,包菜500克,辅量,干辣椒4-5个,蒜瓣2粒,盐,味精,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莲花白,干辣椒,蒜瓣,蒜瓣切片,干辣椒切断,莲花白改切丝,莲花白丝碎清洗干净控水备用,锅里加入适量的油烧到6成热,放入干辣椒呛出来,干辣椒呈卡色时, 加入蒜片抢出蒜香味,莲花白如果翻炒,但莲花白炒软,加入适量的盐和少许的味精炒匀,出锅装盘就可以上桌了,烹饪技巧,莲花白不要炒得太过,脆爽的口感是这道菜的好吃与否的标准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